Hi everyone! It's Monica!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我的表哥阿萱一起來跟我拍影片 Welcome! Hello! 大家好! 那因為夢妮從小是在美國長大 所以我很少有機會講台語跟學台語 所以今天邀請到在台灣土生土長的表哥 來教我一些台語的日常用語 你覺得我們今天來個語言交換如何? 沒問題 好!那我們就先用台語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好!可以啦!大家都說我叫阿萱 我都在討論 我們可以翻成英文嗎?翻那一段 Of course! 那個就是... 我的... OK!好!所以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表哥的英文程度應該跟我的台語程度差不多 因為我也不太能用台語做自我介紹啦 好!那我們今天就來一段簡單的語言交換好不好 就是你教我台語 然後我教你英文互相練習 好!那我們從最簡單的問候語開始 台語有沒有早安、午安、晚安之類的問候語 台語有早安、午安、晚安 早安的話一般我們遇到都會說 早安、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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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半多次遇到就說 你吃飽沒 吃飽沒 這我知道 吃飽沒 對 吃飽沒 其實在英文當中我們不太會問對方吃飽沒 至少不會當作是問候語的啦 除非你真的想要知道說對方有沒有吃飽 如果你真的想要問說 欸你吃飽了沒有 肚子餓不餓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用餐 你會問 Have you eaten? Have you eaten? Yeah! Have you eaten? Have you eaten? 對 然後問對方說你肚子餓嗎? You hungry? You hungry? You hungry? 對 然後對方如果說 I'm hungry 那你可能邀請他去一起吃飯 你可以說 Wanna grab a bite to eat? W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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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b Grab 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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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頭不用捲Ur Ur Bite Bite To eat Wanna grab a bite to eat? Wanna grab a bite to eat? Tdis 好的 這些問題的 ironically 太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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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Wanna grab Wanna grab Ur Bite Ur Bite To eat? 對阿很好啊很標準 然後把它連在一起 連在一起 Wanna grab a bite to eat? Wanna grab a bite to eat? Wanna grab a bite to eat? Yeah very good 那剛才那一句的話 台語版怎麼說 就如果你要說你餓不餓啊 要不然你繼續吃飯 欸 台語飯就是說 你會餓嗎 你會餓嗎 要做餓嗎 要做餓 餓餓 餓餓 餓餓嗎 餓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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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可以了 你怎麼說不可以了 聽錯了 聽得懂就好了 蛤 聽得懂就好了 就聽得懂就好了對不對 對 那晚安呢 台語有晚安的說法嗎 台語是有晚安的說法 但是一般是比較常在說 像如果說在路上遇到人打招呼 你會跟他說 欸 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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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暗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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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比較少在講的 但這是打招呼 這不是說要睡覺前會說的晚安 不太一樣 睡覺前會講的話 你還沒睡 可能是長輩對小朋友說的話 你還沒睡 快去睡了 就快去睡那次 那其實英文 比較沒有在晚上打招呼的專門用法 我們只會有個像 good evening的說法 那我們的good night 其實是睡覺前會 譬如說住對方有個美夢 會說good night sweet dreams 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個好像在文化上面 還是有一點詐異 那除了剛剛提到那一些 台語的日常用語中 還有什麼最常出現的說法 像我們剛才有提到那個 吃肉粿 吃肉粿 那你一直問人家吃肉粿 你要問人家要吃什麼 要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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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句話英文可以說 What do you wanna eat? What do you wanna eat? Good What do you wanna eat? What do you wanna eat? What do you wanna eat? 賣一點好 What do you wanna eat? What do you wanna eat? 或者我們可以問說 What do you feel like? What do you feel like? 對 就是你想要吃什麼 你現在感覺是什麼 你想要吃什麼 對對對 那如果 說都可以啊 隨便啊 這個時候 你可以說啊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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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什麼青菜呢 都青菜 可以 青菜會比較沒有禮貌 還是差不多 青菜就是 跟朋友 其實也差不多 青菜啊 都可以 都可以 幾乎都是一樣的意思 可能就是看語氣 對也是看語氣 對 因為英文也有一個字叫 What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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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ever其實就是 都可以 隨便 你是看你的語氣怎麼講 如果你很隨興很隨意的說 Whatever 意思就是 都可以啊 可是如果你帶點態度 Whatever 就是 太多了 我也看到你翻白眼 哈哈哈哈 那另外一個講法可以說 Up to you Up to you 對就是看你 Upt to you 對 台語也這樣講嗎 也是可以啊 跨力 跨力啊 跨力 那如果說 I'm fine with anything I'm okay with anything 或是 I'm cool with anything 就是什麼都可以 這樣台語有其他的說法嗎 沒有啊 都可以 都可以 那你試試看英文 I'm okay with anything I'm okay with anything 對 或是酷一點 I'm cool with anything 對就是什麼我都ok 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都ok 那有時候像遇到朋友啊 嗯 就是講完 問完話要吃 要吃什麼吃肉 如果要去吃飯 我說啊 其實我們台灣人比較熱情 他說 一次給我請 一次給我請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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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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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 一次 一次給我請 一次給我請 給我請 就是讓我請客的意思嗎 就是讓我請客 然後 現在已經吃飯這樣 英文說 My treat 這麼簡單 Treat Treat 其實有 它當動詞的時候 有請客的意思 但Treat就是招待啊 或是那個糖果 萬聖節不是會說 Trick or Treat 就是付給糖就搗蛋 那我們就會說 My treat 或是My treat this time This time Let me treat 讓我請客 可以說 Let me treat 或是下次讓你請 Next time you treat Next time you treat Next time you t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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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OK 所以下次你 你請 My other 你請 你啦 你啦 台灣人會這樣嗎 那如果對方邀請我們吃飯 我們一定會說 Thank you 那Thank you 你要說不客氣的時候 其實大家一般都會說 You're welcome 但You're welcome 真的是比較老套 我們可以用更口語的方式講 例如 No probl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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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No worries 再一次 Worry就是擔心的意思 No worry就是 No worry 對 No worries 然後會加個S No worries 或者是說 Don't mention it 就不用提了 這沒什麼大不了 不客氣這樣子 D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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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tion Mention It Don't mention it 對 對 那因為 因為英文有連音 所以那個Mention最後的N作為的時候 連上後面的IT 所以聽上去會像 Don't Mention It 連在一起 就變成 Don't mention it Don't mention it Don't mention it 很棒很棒 那這句話的台語怎麼講 Man cakey啊 比較簡單 Man cakey Man cakey 正直還像你講蛋糕 Man cakey Cakey 有嗎 沒有 這次也沒有 那我們最後來一句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當你真的聽不懂 對方在講什麼的時候 要怎麼問 就直接跟他講說 你說啥 你說啥 這會不會聽到這也沒有禮貌 感覺好兇 你說啥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我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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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英文 以前在學校都會教 Pardon 有沒有聽過 Pardon 沒有聽過 對 現在的確比較不常用 我們通常現在比較口語會說 I'm sorry What did you say? I'm sorry What did you say? I'm sorry I'm sorry What did you say? What did you say? I don't understand I I Don't Don't Understand Can you say that again? 我都 就我說你可不可以再說一遍 不行 Can you? 不行 不行 不行要投降了是不是 不行 有另外一個比較簡單的講法 就是四個字 四個字 四個字 What was that again? What What Was That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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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請對方再說一次 What was that again? What was that again? 或者就是說 Again please Again please 這個我會 OK對不對 Again please 簡單一點就好了嗎 OK那最後我們來複習一下今天學到的台語跟英文的用法 我們就請表哥從早安開始吧 好 厚早 Good morning 吃飽 Have you eaten? 欲吃啥 What do you wanna eat? 都可以 I'm okay with anything 芹菜 Whatever 我請 My treat Pancake Don't mention it 你說什麼我聽不懂 What did you say? I don't understand Can you say that again? OK OK那今天謝謝表哥來陪我一起拍影片 辛苦了 辛苦了 會不會 你要笑嗎 蛤 喔對我想問 我一個常聽到的一個用法 什麼 剉裂蛋是什麼意思 剉裂蛋就是我這個意思 我現在說比較紅線上面 現在剉裂蛋 沒有剉裂蛋啊 哇 是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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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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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